大埔發生斬人案 一人送丸三個刀手再逃 事發在翠樂街一間米線舖 現場遺下大量血跡 警員封鎖現場檢取證物 攝氏的女店員 星期五晚上11點多 準備收鋪時 獨自去後巷的垃圾桶棄置垃圾 期間三個男人走了出來 用刀斬傷女店員的前臂 之後登上私家車頭去 女店員返回店裡 向同事求救和報警 她獲送往拿打素醫院治理 消息說 店舖這日垃圾比較少 所以才由被斬的女店員獨自去扔 平日垃圾比較多 就會由兩個店員一起棄置 那個女店員年約31歲 入職大約一個月 原定在凌晨12點下班 原定在凌晨12點下班